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開市錦囊 我是林史彤 現在先跟大家跟進 剛剛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況 美國最新的就業和服務業數據疲弱 加劇市場對經濟衰退的憂慮 美股星期三個別發展 導致升超過100點之後 曾經倒跌26點 最終反覆回穩 納指跌大約1% 連跌第三天 導致收市升80點 收報33,482點 標普通白指數收市跌10點 收報4,090點 納指跌129點收市 收報1,996點 看美國上市的港股與託證券造價 個別發展 匯控制被本改收市跌0.34 騰訊跌1.23 阿里巴巴升1.1 美團跌0.92 歐洲股市亦是個別發展 倫敦富士100指數收市升28點 收報7,662點 法蘭克福Dex數收市跌83點 收報15,520點 巴黎Cat指數收市跌28點 收報7,316點 至於商品期貨方面 市場消化OPEC Plus的減產消息 另外美國經濟數據欠佳 抵消當地原油庫存跌幅高 過預期的利好消息 國際油價方面普遍靠穩 紐約旗油收市升29美先 收報每桶80.71美元 涼多摩蘭納旗油收市升1美先 收報每桶84.94美元 看看金價方面 金價曾經見過一年的高位 但之後回落 紐約旗油收市1.7美元 收報每桶2035.6美元 最新的美元匯價港元7.85 日元131.261 歐元1.089 英鎊1.245 瑞士法蘭雄0.907 加元1.348 歐元0.67 紐約0.63 美國國庫債券10年期賺息率 直播3031 30年期賺息率直播3057 看看港股 看見開市售壓 現在跌過百點 恆治最新增2萬121點 跌154點 國企指數跌73點 最新增6802點 大市成家97億多 和大家看看一些個別的股份 今天應該是科技類的股份 跌得比較多 現在跌大約百分之1.5 看看百度跌大約百分之4 京東亦有大約百分之4的跌幅 阿里巴巴暫時靠找到 還在96.1 騰訊暫時偏遠 跌大約百分之0.7 最新還在382.4 這節和大家先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下期再見